高鐵雲站的設站工程的進度 來關心我們整個高鐵雲站的設站工程的進度 首先我們對於高鐵公司對於高鐵局他們的用心 表示非常感謝 因為這個站體的設計涵蓋了我們雲林線雲跟零 這兩個意象的元素 這是非常窩心的事情 第二個他們這個建築 原來就已經取得了綠建籍的銀級的認證 現在他們要挑戰黃金級 這樣子的一種方向 也跟我們農業首都的環境保護政策是相互契合的 我們對於這樣子的用心的表示 非常的敬佩 當然元素縣民最關心的就是說 到底當時有辦法在我們這裡接到這個高鐵 照我們所知道 原來他們的規劃是在今年的十二月 十二月 可能是預計要三個新設的站 一起來通車典禮 但是通車典禮跟市營運 其實還可以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盡快的來進行通車 也就是讓我們的縣民能夠盡早的來享受高鐵通車之變 那麼除了這個問題之外 當然地方政府也必須要全力的來協助配合 因此呢 有關於這個消防的安全 關於這個無障礙空間的這個設施 以及特種建物的這個被查等程序呢 我已經要求我們縣府相關單位 要這個全力的來配合 相關的就是包括連外交通的部分 包括這個接駁公車的規劃 我想我們會充分的來反映民間的這個心聲 也希望高鐵公司高鐵局和我們相互的來協助 不要緊接下來 要是 honors 出身子 glob風 感谢观看